之前緋聞女友黃心穎就說不介意用男朋友來稱呼馬國鳴 不過馬國鳴這天出席卡通活動的時候 就否認公開戀情了 他強調和心穎仍是了解當中 但好像都了解了一段很長時間 其實都不太久的 我不知道現在有些年輕人的粗食人 他們只是想純粹找個女朋友 可能很快可以覺得 如果你只是拍拖 我覺得很容易找到一個女朋友 但大家都知道我年紀都不小 我不是找個人來拍散播 如果是對的可能是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就不是說這麼短時間可以了解 我覺得很難你說幾個月課洗 就可以結婚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一生人流流長 是要比較長的時間 怕不怕了解時間長了 被人叫長腳的 如果真的被人自動故 原份說他不是我 那你也沒有辦法 對吧 那媽媽沒有催你帶心穎回家吃飯嗎 她又沒有 她又沒有 暫時真的還沒 還沒找到 暫時還沒找到 未來 未來可能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或者新屋裝修完 因為我都會請朋友去我的新屋 當然其他如果請到的可能是總共 看看會不會未來的機會 好